赌王和洪生家产已热议三房太太相争 最大赢家却是五房的他 赌王和洪生是一个传奇人物 长相英俊为人非常有魄力 聪明智慧的头脑加上经商的天赋 以及原配妻子李婉华的支持 他逐渐成为了博彩业的大老 随后商业版图逐渐跨及各行各领域 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 商业如此发达的他 家产也是数千亿计的 非常富有 他一生风流潇洒 娶了四个太太生了十七个子女 因此家产之争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三房太太相争 其实最大的赢家 却是差点成为五房的他 他就是郑勇师 曾经让三太四太惊慌失措 为了他波熙与赌王硬碰硬 他为何会成为最大的赢家呢 郑勇师只是三太的私人看护 因为赌王受伤住院调养 郑勇师便作为专业的看护 而且其貌不扬 长相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让所有人都放下了戒心 认为赌王根本就不可能看上他 郑勇师对赌王非常体贴 照顾得细致入微 胃药擦拭身体 再加上三房太太都不在身边 渐渐的赌王就对这位文静大方的护士 产生了兴趣 郑勇师曾经有一个 作为游泳教练的男友非常恩爱 但是郑勇师发现赌王对他产生兴趣之后 便甩了男友 和赌王顺利成章的走在了一起 郑勇师和赌王的关系非常隐秘 万人无从察觉 即使是出院了郑勇师一身的护士服 皮肤油黑 身材矮小金瘦 守在赌王的身边呢 也是很难让人另起疑心的 但是时间那么一长吧 赌王会用金钱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郑勇师住进了豪华的别墅 身着名牌 俨然是贵妇状 这才让三太四太察觉了 但是为时过晚 赌王由于那郑勇师为五房 三太呢 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 也就听之认之了 而四太却不一样 活辣辣的性格 敢于同赌王硬碰硬 义正严慈的 要求赌王辞掉郑勇师 无奈之下 赌王只好暂时的辞退了他 郑勇师和赌王相恋 是正直话一样的年纪 而赌王却已经85岁了 巨大的年龄差 却也无法阻止两人走向一起的决心 虽然郑勇师被辞退了 但是经常偷偷摸摸的 去医院和赌王私会 四太呢 便联合三太在医院 赌郑勇师 阻止两人见面 郑勇师坚持了两年 外界谣言不断 都说他即将会成为五太 但是啊 郑勇师却放弃了 手里有和赌王交往之时 获得的上益资产 回头去找前男友 前男友对起啊 似乎也是真爱 两人呢便又走到了一起 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有亿万财产傍生 下半身呢 是衣食无忧了 奢华至极 也有同龄的男友 陪在身边相扶到老 让人觉得呀 郑勇师的人生 来了一个急转弯 还是飘移呢 非常洒脱 归根究底啊 五房郑勇师 才是最大的人生赢家 相比之下呢 尽管现在的三位太太 分的遗产比较多 但是赌王早已经离开了 一生也无法享有专一的爱 而且余生还有很多未知 赌王何鸿燊一生富有 对于社会贡献颇多 是因为让人非常敬佩之人 他的产业大部分呢 交到了二房的手下 而三房四房 所分到的资产呢 也不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也有选择奢华的生活 共享的丈夫 也有选择独一份的爱情 无论是何种选择 我们都应该尊重 毕竟呢 如人饮水嘛 冷暖自知 相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大家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 过一种让自己 更加舒适的人生 而不是别人认为好的人生 人生苦短 快乐才是最重要的